昨天晚上微博上的一句这仪式夫妻缘尽至此引发了娱乐界的大地震 引得各方扼腕叹息的正是十年前令人艳羡不已 十年间始终话题不断的歌谈天后王妃与财俊小生李亚鹏 现如今老艳纷飞 王妃雨夜之身返京 倒是消息灵通的京城大小媒体在首都机场来了个大集合 观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月13号23点50分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首都机场的T1航站楼 那么现在传说中李亚鹏乘坐的海南航空公司HU7146班航班 已经到达了首都机场 李亚鹏很可能在不久的时间内就要从我身后的出口走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能看到现场已经有百余家的媒体记者 已经蹲守在机场的这个出口处 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而等待着主人公的出现 13号傍晚 王妃在自己微博发布了短短的16个字 便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这一事夫妻原尽至此 我还好 你也保重 随即李亚鹏也通过微博回应 很遗憾 放手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 紧接着网上就流出了二人当天在乌鲁木齐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的照片 网友们表达扼腕叹息之情的博文如雪片般满天飞 与此同时 在北京的电视平面网络等媒体也获悉二人将于当晚回京的消息 便目标直指首都机场 等待采访当事人 不少媒体还兵分数路 三座航站楼都有记者守候 期间也不乏刚刚下飞机的乘客 想跟着记者们一探究竟 对于他们这个离婚事件来说的话 真的是觉得挺可惜的 毕竟已经十年了 时刻刷新微博微信的记者们此时发现 网上一开始流出王飞在乌鲁木齐机场后机和乘坐班机的照片 没多久 从航班上下来的乘客们也一开始等候行李 但大家仍不见天后或亚鹏出现 尽管机场方面再三强调 不会给王飞设置其他通道 只能同普通乘客一起 从唯一的出口离开 而就在此时 王飞已经从大家不知晓的一个地点 闪电登上保姆车 飞驰驶向寓所 守候者中也有人是一路猛追 终于拍摄到了王飞一言不发 坐在车中的情景 王飞呢就是在车里头 低着头 也不是低着头吗 就是手托着下巴 完了以后戴着口罩 看到了一些 不是很高兴吧 就是有点流泪吧 感觉啊 2003年初 有报料称李亚鹏追求王飞 2004年底 李亚鹏公开男友身份 2005年度明月 2006年 诞下爱女李烟 此后夫妻俩共同成立 燕燃基金会 帮助纯恶劣患儿 虽然现在网上 关于离婚原因的传言很多 但要找正版的 还是当事人李亚鹏 说的宁恋而深情 我要的是一个家庭 你却注定是一个传奇 在得到消息后 记者第一时间 拨打了王飞 前经纪人 马家的电话 但电话始终处于呼叫转移 致电话留言状态 您拨证的用户 已将电话互转至移动秘书 按一键将转入人工台 您可进行留言 在收到记者呼叫后 马家发来短信询问何事 记者表示身份和采访意愿后 马家便不再回复短信 这娱乐圈的纷纷扰扰不少 用别人的故事 来警惕自己的前路 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才最实在